如果這樣子想 你會覺得好過一點 你就這樣子想好了 我們以後該怎麼辦 一切都這麼冷酷 不真實 就好像在漆黑的深夜裡 在半睡半醒之前 和夢中混亂的黑影 掙扎 搏鬥 就這樣突然醒了過來 看到自己的床 看到自己的衣服掛在椅子上 才知道又回到實實在在的人間了 可是現在一切都像是夢魅 一個真實在眼前的世界 消失了 這些事為什麼會發生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了這個地步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聽著 他們已經從留言當中定了我們的罪 每一個人寧願相信留言 而且可以把留言四真四假的描繪出來 大家寧願相信腦中的畫面 是真的 雙書院 雙書院 是列連海爾曼在1934年寫的第一個劇本 是一齣關於謠言謊言交織而成的悲劇 剛剛大家看到的 是其中的一場戲 但也看見了 他似乎已經在語言 一九五零年 一九五零年 發生了中央情報局 肆意調查 與迫害美國風民的賣卡錫主義 而他 也因為政治立場的關係 被列為 黑餅蛋 一九五零年 一九五零年 說服務 一九五零年 一九五零年 睡一八零年 一九五零年 一七五零年 零年 二十零年 一八零年 一七五零年 一七五零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